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不生气的智慧 有个故事讲到一个大户 人家的主人非常喜爱兰花 平常在做生意之余 他花很多时间养兰花 有一天他要到国外开会 临行之前 他就交代园店 一定要好好照顾他的兰花 可是有一天一个新来的园丁 不小心把兰花架弄倒 兰花散了满地 再怎么修复 也没有办法回复到原来的样子 大家都非常恐慌 想说等主人回来一定会大发雷霆 他们要怎么跟主人赔罪呢 而没想到主人回来 看到残破不堪的兰花 竟然没有一句责怪生气的话 园丁们都觉得很奇怪 就问主人 你那么喜欢兰花 现在兰花被搞成这样子 你怎么没有生气呢 这时主人就回答了一句 很有智慧的话 他说 我之所以种兰花 一来是要欣赏兰花的美丽 二来是为了美化家里的环境 我不是为生气财重兰花的 亲爱的朋友 你容易生气吗 现实生活中 人难免会彼此伤害 有时候是你不小心伤害了人 有时候是别人伤害了你 然而你怎么处理伤害 将会决定你的人生是否快乐 如果你仅仅抓住伤害不放 它就会成为愤怒 变成苦毒甚至怨恨 让你失去爱人的能力 进而带来各样关系的破坏 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愤怒害死愚望人 嫉妒杀死痴迷人 它把愤怒跟愚望连在一起 换句话说 愤怒就是愚望 为什么呢 因为愤怒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也是白费力气的 无论你多愤怒 也无法改变过去发生的事 无论你多生气 也是无法改变 你发生的事 更何况 我们不可能一边活在愤怒中 又还想同时过着开心 蒙福的生活 圣经里有一个人物名叫约伯 他在身体的病痛中 又遭到妻子离弃 儿女意外身亡 而偏偏朋友们不但没有同情他 还落井下石地控告他 指责这一切的问题都是他造成的 约伯真是大受打击 心中充满了愤怒 可是他却没有让愤怒吞噬他的生命 他没有为恶所胜 反而以善甚恶 约伯照圣经的原则 用良善 饶恕 胜过了他的愤怒伤害 最终 约伯从伤害中恢复起来 上帝也加倍地报偿了他 约伯因着有上帝 人生没有结束在愤怒苦毒 和不甘心的理念 亲爱的朋友 无论过去你有什么痛苦 背叛或伤害 上帝都能改变 但我们要学习 以上帝的方法来处理伤害 才能从愤怒的情绪中得到释放 首先就是要承认 并说出你的伤痛 如同约伯一样 他有一切愤怒的理由 但他不是一再地压抑 而是向上帝承认他的情绪 告诉神他有多生气 告诉神这一切有多不公平 约伯把他的情绪交在神的手中 并且饶恕伤害他的人 不让别人的错误 继续伤害自己 他也选择停止看过去 那些伤害他的人事物 而是向前看 不让自己活在一个受害者的心态里面 亲爱的朋友 不要让过去定义你的人生 你必须面对未来 重新生活 停止看那些过去 得罪你的那些人事物 要向前看 当你向前看 伤害的记忆就会消失 痛苦也将释怀 上帝必要大大赐福你的未来 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可寒怒到日落 更多精彩内容 请锁定FM103.3中广流行网 周一至周六 早上六点到七点 由罗娟大为主持的早安Easy Go 美好的生活 就在早安Easy Go